自動戰士鋼彈 水深的魔女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自動戰士鋼彈 水深的魔女 HG 1比144 風靈鋼彈 死給 真的是超級帥 因為看過第一隻之後就覺得他好帥喔 那模型也是做的還不錯啦 其實風靈鋼彈就是魔靈鋼彈 他們是同一台沒錯 但是風靈鋼彈可能是過了改造之後 就變成了不一樣的外型 是有一點像啦 可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造型 背後也是差蠻多的 不過風靈鋼彈還是有用到一點魔靈鋼彈的零件啊 就是在一些關節的部分 首先看一下這個風靈鋼彈的頭 真的是超級無敵帥 而且他的分色也非常的不錯 那等於是說不用貼貼紙的 貼貼紙就是看影的時候要不要貼啦 不貼也可以喔 那眼睛的部分他本來就有把綠色分出來的 我只不過就是塗一點金屬綠啦 那看起來是還蠻亮的啦 還蠻帥的 那他的眼睛根線也是有紅色的貼紙 不知道是不是劇透啦 可能有一個發動力量的神態吧 或是暴走的神態 不然眼睛不會變成紅的 那這個額頭上的地方就是裡面塗彩虹的貼紙 外面再造一層透明的零件 旁邊的火神炮一樣有把分色做出來 非常的精緻 那頭的色面呢也有這個黃色的散熱口喔 包括頭部後發這個綠色的地方也有把分色做出來 以前都是直接貼貼紙而已 那他的頭的確很像魔靈鋼彈啊 一樣有兩個大耳朵 但是耳朵變得更長了 再多加一層鋼彈有的天線 還有多一塊鋼彈的下巴 紅色的下巴 那形狀上呢也是蠻特別的喔 那他的頭當呢是可以旋轉的喔 往上 往下 往上 往下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波子的連接也可以左右搖擺 他也是一個球官的設置喔 他的身體的分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造型很好看 一層一層的裝甲 那整個胸部就是很轉促的 倒上腳繩的風格 腰部的旋轉是靠一個單軸的關節旋轉 那裡面有一個球官可以往後 往前 往後 往前 也可以左右的搖擺喔 那他的胸部上端這兩塊散紅的零件 就跟模擬鋼彈一樣就是使用同樣的材質喔 那這個零件就不多加製造了 它裡面就是彩虹的印刷 外面再造一層透明的零件 那看起來質感上非常的好喔 它一樣有這個透明的零件給你去替換喔 那裡面可以再貼這個貼紙 它是有紋路的地方才有黏性喔 算是蠻特別的 或是你要貼這個黑色的貼紙 代表是未始動的狀態 肩膀上這個紅色的線條一樣是貼貼紙 或者是貼這個黑色的貼紙也可以 手臂的造型我是覺得還好 中規中矩 那他的肩甲是可以轉動的 轉到上面來 蠻緊的 那手臂就可以側抬 也可以彈得更高一點 但是要小心這個關節 它是一個單軸的關節 所以它很容易被你轉開來 二頭肌旋轉 手肘彎曲 超過90度 拳頭是球型的關節可以旋轉 沒有任何的手型 手臂一樣360度可以 那它肩膀的關節一樣 可以把它折到前面去 它是一個球型的關節 但是要小心很容易被你轉開來 那腹部這兩個洞可以貼貼紙 也可以不用貼 那看起來有點像是一對眼睛 前訓甲隔兩半一樣獨立可動 但是應該是可以不用隔了 側群甲可以獨立的轉動 大腿這一塊零件一樣是貼貼紙 外面再裝一層透明的零件 讓它衍生到側面這一塊 那它是一個卡準 大腿側抬 前台 幅度還蠻高的 四蓋彎曲 二重關節超過90度 後台 水平旋轉大約45度 腳踝可以往前轉動 往後轉動 但是它是失控很容易被你抽出來 腳踝的裝甲是球關可以稍微的轉動 那前腳掌有接力的關節 也可以往前 往後 往前往後 那它的後腳掌也可以旋轉 但是後面這一塊黑色的地方就是要自止塗裝 那包括腳底板也是一樣的 它就沒有做分色的 蠻可惜的 那腳底板呢 空洞的狀態 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特別的是它的大腿後方有兩個管線 剛門的洞一樣是給你插腳架用的 那這個黑色的地方一樣要自止塗裝 背包一樣中規中矩 背後一樣有兩個光束鍵柄 正塊透明的零件裡面一樣要貼彩虹的貼紙 那這11個零件就是它的武士感應炮 可以叫它甘臂斗 那它每一塊都叫做臂斗STEP 就是五線斧單元 可是全部加在一起又統稱S-Cuture S-Cuture就是文面盾的意思啦 那我覺得它的命名方式也是非常的複雜齁 就直接叫它感應炮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設置有一點退步 因為它要加上這個補助的連結件 才可以組成一個盾牌 那這個盾牌的連結件把它轉到背面 那中間再裝一塊這塊白色的零件 旁邊這一塊零件把它的卡準放出來 就跟這個灰色的零件做結合 那左右兩邊這個洞就是卡入剛剛的零件 再把它夾起來 中間再卡入這個小的盾牌的零件 那這個白的零件跟藍色的零件做結合 就卡入上面這兩個洞喔 最後再卡入這個零件 那帥氣的盾牌呢就完成了 那這個補助的連結件呢 它直接有這個凸的軸就可以對應到手臂上的洞 這個樣子風鈴鋼彈帥氣的盾牌就完成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那它還有一把光束藍斧槍造型 我是覺得還好啦 那它的瞄準是要自己貼貼紙喔 那如果你要握住這把槍的時候 就是拳頭的蓋板把它扣出來 就可以去握住這個槍了 最後再蓋回去就好了 那一手拿槍一手拿盾呢 這個鋼彈的味道就上來了 還是非常的像鋼彈齁 那它的光束藍斧槍 一樣可以裝上這個光束的特效零件 就變成一把正戰的劍喔 我很喜歡這個武士 四刀斑的設置 非常的方便齁 那這把光束藍斧槍 一定要安裝這個補助的零件 才能裝到背後去喔 建議就可以平常裝到上面喔 就不用拔掉了 就安裝到背後這個洞這邊就可以了 那它的斷排跟模擬鋼彈不一樣 它是可以拆掉之後 然後再裝備到鋼彈的身上 一樣恢復成分解狀態之後 這個連結的零件就丟到旁邊去了 那這兩個灰色的零件呢 就把它拿起來 就可以跟這把光束藍斧槍做結合 就變成了加長火力 那精準度也會提升喔 那它是向下合成成一個剪刀的繩狀 就跟模擬鋼彈的前後合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這個造型比較帥勢喔 接下來就是肩膀的部分 裝上這塊藍色的零件 左邊的手臂裝這個小的盾牌 右邊的手臂裝這個V型的盾牌 大腿側面再裝上這個白色的零件 就變成了側懸甲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酷喔 那它的屁股後方就裝上這一塊小手的盾牌 左右兩邊再裝上這一塊長長的零件 那這個卡榫再把它折進去喔 就變成很像燕尾的結構 完成碧斗R-form 就是碧斗裝備的神太郎 就是增加它的自動力啦 那速度應該就會變快 那它的造型呢也變得更加的帥實齁 就是多了一些盔甲的裝飾 雙手的護盾不同也是蠻有個性的 其實這個時候的風靈鋼彈 就跟魔靈鋼彈有點像 尤其是肩膀的神狀啊 真的是特別的像喔 當然如果有些玩家會玩的話 就是多買一組風靈鋼彈 就會多一組鋼壁斗 那就會多一塊盾牌 看起來就是更有威力喔 或者是你就直接裝這個魔靈鋼彈的盾牌啊 那看起來就是強散招強 威力十足 不過魔靈鋼彈的盾牌 因為就是實驗之的光絲 所以它的配色都是整片都是白色的 那要上一點墨線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喔 那它背後故意留這個洞 就是給你裝之後的武裝背包 那我也是有點生動了 因為不裝的話好像蠻痛苦的 你也是可以把這個補助的零件再裝回去的啊 那反正丟到旁邊也很痛苦 那也要有兩個關速鍵的特效喔 你就可以玩二刀流 或是雙手握持都非常的帥氣喔 那今天這個自動戰士鋼彈 水深的模擬SG1比144 風靈鋼彈呢 我是覺得做的還不錯啦 玩法非常的多變 那一開始覺得它的造型還好 沒想到看了動畫之後呢 越看越帥 組合完模式呢 也的確是蠻好看的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